我们身体是宇宙的浓俗 宇宙是我们身体的扩大 这个里面复杂的状况不增不减的 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小宇宙 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 华严经常讲这 小大宝 大能包容小 小也包容大 戒指那虚弥 虚弥那戒指 这个才是不思议的境界 诸佛菩萨 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 帮助一些没有觉悟的众生 人就是从这个观念上出发的 从这个观念上建立的 所以发不思议法 人也是不思议人的 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 青年法师的仁观 他在五重悬疑里面 每一条都加上不思议 很有道理 如果他自己没有其入这个境界 这个话他说不出来 他对于四十真相 所以他才能说不出来 我们多了 有几成的体会 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 这里面有障碍 障碍就是不外乎 烦恼障于所知障 烦恼障就是是非人物 看成什么 所知障 用今天的话来说 对于 学术知识方面的沉浸 如果是因果上面的沉浸 那还是属于烦恼障 尽私烦恼里面的 一类 我看到我是因人物 酷 我的不一样 在这里 我对于如果他楼里面的沉浸 我看这个话来说 我看这个话来说